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这两天呢 中国的国内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 有一位呢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的学生呢 在学校意外猝死了 他不能够去 一送的话他就断了 那他也断了 你抢救他吗 你抢救了吗 这个医生是 没有抢救啊 我们把视频给你们看 还有还有全程视频 我问一下 现在拿到哪里去 因为是毕育馆 去拿 毕育馆又没冲啊 我家使人们同意 凭什么东西啊 他们都没有同意 按规定 我一定需要 这件事呢 我了解了一下 网友们质疑的点呢 大致有五个 首先呢 这个学校的校医已经68岁了 为什么他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一线工作 他的年龄呢 导致了他一开始在为这位 学生做心肺复苏的时候 坚持了两分钟就坚持不了了 而且他这个学校其实是配备有一台AED的 距离这个急救的地点呢 只有800米左右 但是整个抢救过程都没有任何人 把他拿来使用 学校呢 好像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通知死者的这个学生的家长 据说是死者的女友通知给父母的 然后呢 在那个救护车来了之后 这个赶到的救护人员 宣布了这位学生已经死亡了之后呢 学校给家长说的依然是正在抢救中 并且呢 在父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将这位学生 这位死者送到了殡仪馆去 父母是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 才有了视频里的那个质问 学校的发言人呢 依然不说这个孩子是在哪个殡仪馆 至于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是呢 最让父母痛心的 其实就还是向这个父母他大声质问的那句话 就是 为什么不让我见孩子 因为他们这个花了21年的时间 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在危及生命的意外出现了之后呢 全程情况被一瞒再瞒 并且呢 最后一面也不让见 确实就比较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这个意外它也许本来可以不是意外的 但是呢 因为各方面的疏忽和不负责 将这个一线生机给磨灭了 最后呢 就有了这个悲剧 关于这个大陆那边学校的弊端呢 从幼儿院小学到中学高中 再到季校大学 实在是庆祝难书 但是呢 今天其实不是来吐槽这个 或者梳理学校的问题的 我相信只要在大陆念过几年书 或者呢 有小孩在上学的 就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感触 上次呢 稍微浅浅的 谈了一下高中生的一个痛苦 其实我觉得特别是这几年啊 国内它各个阶段的孩子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从一个数据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来这个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到那个2021年之间呢 中国5到10岁的儿童 自杀死亡率平均每年上升近10% 在这10年间 2010到2017年间呢 15岁至24岁人口的自杀死亡率 其实是年降7%的 但是从2017年到2021年这4年间 年增长近20% 也就是说从长时间来看 虽然它是平均在上升 但事实上青少年自杀率它是在近几年暴增的 而在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里显示 中国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全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 又一半都是学生啊 都是孩子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这个数据是让我震惊了一下的 不过呢 其实在我来美国之前呢 也确实三天两头的就看到 学生跳楼的这个新闻 我当时住的城市也有在身边发声 但是不见报道的 当时呢 我们那个城市排名靠前的一所中学里 初二的一位女生 因为这个父母家庭的这个强压 她在一次期末考试前一天 从学校天台跳下 然后当场死亡了 但这个就没有什么报道 只有当地的人才知道 就是我身边发生的这个事情 真的并不是个例 青少年的问题 它真的是在全国性满延的 所以呢 我为了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国内高中目前的一个现状 为此呢 我专门去问了一个表弟 他呢正在念高中 然后说成绩比较好 是当地这个重点高中 重点班的一个学生 他们学校是不强制住校的 所以可以选择走读或者是住校 因为他个人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洗手间的这个卫生问题 就是实在是接受不了 所以呢 家里就专门给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方便他来走读上学 这其实也导致了他的一个睡眠时间 比其他的住校的学生相比还要再少一到两个小时 那么在我的这个询问之下呢 他的他跟我讲了一下 他的一天大致是这样的 他们的学校是早上6点15开始早读 那么他定闹钟的时间呢是早上5点半 能顺利起床的话呢就吃早饭 如果来不及 那么就等早读下课之后再吃 也就是7点 那么他们课表是8点正式上课 但是有些老师他会提前过来课前小测 所以一般7点半左右呢 学生们就已经准备上课了 中间这半个小时其实他们也很难休息 因为有很多的学生这个时候都需要抓紧时间 补作业 那么就算是真的把作业都全部写完了 也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卷纸呀 或者是他们还要再复习一下新的内容 上午呢是在12点下课 他们中午的吃饭时间是一个小时 下午呢1点开始午自习 一直到2点钟 然后就开始直接衔接这个正式的下午课 中间是没有这个课间时间的 一直上到这个5点40放学 然后他们的晚饭时间是50分钟 晚上6点半就要开始晚自习了 一直到10点40才终于放学 放学之后呢这个时候的学生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可以选择在学校继续写作业学习 一个是呢回宿舍或者回家再写 因为我弟他讨厌拿作业回家 所以他会选择在学校继续把它写完 他们学校是晚上11点半关灯 宿舍是11点45西灯 所以一般他回家的时间就已经在晚上12点左右 就是午夜 等他洗漱啊再稍微的休息 稍微的磨蹭一下之后 他正常的一个睡觉时间在凌晨1点左右 那如果遇到这个快要期末或者是试测的时候 他还要复习 那这个时间就会被压缩的更紧张 我听完之后呢我整个人就彻底都是懵的 这比我那个时候还要卷还要夸张 不知道你们听完之后是怎么想的 他一天的睡眠时间居然就四个多小时 而且离我那时候也没有很久 但是已经压力就是加了这么多了 而且其实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分数线的压力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还是卷成这个样子 就很难想象那些竞争更激烈的地方的一个情况 当然了我也有问他的父母说 那他这样子身体吃的消吗 怎么扛得住啊 父母当然是心疼的 但说来说去他们最后总是会说 那不上学怎么办呢 那不上学怎么办 其实当这个问题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抛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觉得有一个视频就特别能体现中国家长的一个困境吧 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到这个 这是个困境 这群虾 小伙子很常有 小孩子们不要玩手机了 不要打着大脚的花钱了 你看这个生活多不容易 是吧 得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才有出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每个视频下面的那个描述 有些时候我会做一些补充 在中国人一生痛苦在哪那期呢 因为当天那个张雪峰他正好挂在那个折搜上 就是一个中国专门推荐这个考研啊 或者是高考报考专业的一个人 但是至于这个事情当时是因为什么上的热搜其实我没有太关注到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张他总结出来的推荐专业的一个表格 理科呢首先就占了95% 甚至99%吧 然后计算机专业呢是首推 其他的也都是为了进事业单位 文科呢只推荐了两个 而且这两个专业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考工 在中国呢生而为人 除非你含着金汤池出生 不然的话 就根本没有资格去考虑自己想怎么活 只能考虑怎么活 而且这个活的路呢也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少了 我并不是只依靠张雪峰的这个推荐来得到这个答案的 而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学各种各样专业的都在说 工作有多么的不好找 待遇又有多么的差 并且有多么的不稳定 权益得不到保障 就还有很多都很后悔没有考工 而且也推荐现在的还在念书的孩子们就是将来去考工 如果说只有加入公权力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你的这个生活才能有所保障的话 就这个现状就真的已经是很让人胆战心惊了 就是我不知道各个地区孩子的这个压力是不是一样的 但至少我弟他现在完全是一个生熬的一个状态 上次还有朋友说就整个亚洲他这个教育理念也好 环境也好其实都是比较一个病态的一个执着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因为中国他当时唐朝科举他没出来之后呢 这个打开了向上阶层的一个通道 因为当时唐朝作为这个周边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他就像这个四周辐射嘛 因为肯定是所有人学习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亚洲的整体的这个学习压力特别大 或者特别看重这个方面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呢到现在据我所知 其实其他的地方呢或多或少都有变得更好一些 压力大到过像中国国内现在这种情况的 应该是没有的 那么不但是为了孩子们 其实也是为了家长们 就很想知道这个出路到底在哪里呢